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风水不是全世界都能够用的 各位你不要认为风水放诸四海皆准 其实我们常常讲 狗不要顶窗 为什么 因为会散气 然后阳光一照进你 你就会起床 可是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并不是全世界都会这样 像以韩国来讲的话 他们的床一定要顶窗的 那变成是他们的一个民情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说风水 什么叫风水 他就是区域的学术 台湾有台湾的风水 大陆他有大陆的风水 而且大陆那么大的时候 新疆 西藏 还有西南这一带 他们的风水状况都会不一样 所以各位 你不要说你学了一套风水 你以为放诸四也接准 答案是没有 了不了解 当你学的是 沈四旋空穴 山心水心飞来飞去的 结果你跑到西藏去 你全部都是山 你跑到沙漠去 全部都没有水 那个怎么用 那个就没办法用 而他那个风水就必须要适应当地 所以各位记得一件事 风水是适应当地 而不是放诸四来接准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这一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支持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